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个评审的过程中 我认为最可贵的是 我们看到了很多年轻人 走到这个文创的产业里面来 接下来我们的Visic Model主要是有三块 那其实你的商品被看到的一个方式就更大 那今年的三赛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到 他的简报有进步了 我觉得他们有更逻辑化 就是他们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然后他现在的创意有什么 然后他现在的里面状况如何 我们下期再见 文化本身你有在地心 但是你不容易有量 所以基本上文化跟創意之間 你必須做一定的結合 如果你是存在地文化 人家不一定看得懂 你的文化是是什麼文化 因為有些行業 你必須有國際的行銷才有量 那台灣的內區市場裡面 有些量是很小的 所以在做文創體系的商品的時候 或服務你要評估兩件事情 一個你到底是有量 還是你是有價 有量 大家好我是太極藝術科技 我們是冰河森林數位科技 我是Change of Coast的端榮 我是林明達 許文偉 我是金酒的設計 碧姓黃 大家好我是林明憲 我是選手方案 我是代表 鄭鵬林創 我們是納涵文創 我是JustFund的Michael 我是可蘭音樂的執行長 薛衛山 我是林崇哲 我叫楊振夫 我是大浩川的鄭鵬林 大家好我是林泰關 我們是LLP賽團隊 我是任培豪 我叫鄭紹虎 中間我們的評審給我們很多建議 然後讓我們找到了很多忙點 然後去修正它 那這次決賽的時候 我們在Present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些進步 但我覺得可是委員們 還是有一些很棒的建議給我們 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們這樣子 年輕的團隊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幫助 其實做文創人的支援不是很豐富 那我覺得政府文化部很好 他舉辦這樣的活動 讓這些支援比較少的團隊 能夠透過這樣的比賽 讓更多人知道 那也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可以獲得一些支援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比賽 因為未來應該要繼續要舉辦 我覺得文創的路真的是很長啦 因為它代表一個國家的很多個部分 它代表一個國家的素養 還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 它隱含的非常多 然後也許我們可以為這個國家 做些什麼事情 改變這個產業 為這個產業推一小步也好 我個人如此 我希望大家也有同樣的想法 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寶島 很適合發展文創 我們要利用台灣在各個產業的一些利基點 來發展我們的文創 我想這樣才會有機會 我們的創意非常的強 那我們設計的能量也很強 所以融合這一些優點 這一些條件 台灣是很有潛力 可以發展精緻產業 然後香港是很有潛力的